蘭花是,他又不是一個政團,他是一班很有趣的人,現在他們宣揚的理念,跟我的理念是相近的,這個是事實來的,但是我是不會贊成他們的補選,不是贊成我這個更正,我是不會支持,我不會endorse他們, 所以文匯報登了一篇,說我支持他,然後那些人就信以為真,文匯報你都信的,然後他蘭花是沒有出來解釋,那些人問我,那我就一定要做一個說明,澄清那個事實,我有些支持者問我,喂你是不是支持他去選啊,你想想我連一個助理都傻居居,在Facebook 登一個post,他支持蘭花,他不知道我,說在這個選舉的態度,他就直覺, 最好,有這些激進派選,就是這樣,但是我們都不會阻止他,你要支持任何人,他自己有一個獨立的意志,但是我的立場是很清楚的,所以,譬如 不會有,也都無從智悔,但是既然有些人將他和我扯一堆,說我支持他的話,那我就必須要澄清,就是這樣簡單的,至於蘭花是,他們要參加補選,就是我只能夠這樣說,就是我不會支持他們,但是我也都沒有可能反對他們, 他們是一個政團的話,他們就要承擔過後果,他們不是一個政團,他們是一個激進派的組織,他們有他們自己的立場,有他們自己的理念,那我們是無從自悔,但是我必須要說一次,就是他們去參選, 和我是沒有任何的關係,OK?